大家好 我是温小厨 每年冬天我们家都会做很多酸菜 我今天去找阿嬷买了20斤的芥菜 给它铺开晒一天 把它水分晒干 这个芥菜我们一斤买成两块钱 像这样给它铺开晾晒一天 朋友们这是我们晾晒的一天的芥菜 像这样子 把它的水分稍微晒干就可以了 把芥菜根切掉 再把芥菜清洗干净 芥菜只要把这些表面的灰尘跟杂质清洗干净就可以了 然后控干一下水分 要好后倒入一个大盘米 加入一把食盐大概30克 然后直接上手楼葱 然后弄好后直接放到一个干净的盘子里 然后再倒入最后一部分 这个比较少我们就加少一点盐 大概就是20克 大概就是20克 先这样全部融合就可以了 拿出家里面的泡菜缸 把芥菜叶子卷起来 头朝下的放下去 像这样梗朝下的话 腌制出来的梗才会黄 特别的好看 一定要这样按压紧实一点 不能有空气 我们这个缸太大了 像这样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这个泡菜缸实在是太大了 因为它装不满有空气进去 所以借助几根筷子 摆成一个紧致的形状 然后在表面再撒一点食盐 像这样子就可以了 准备两个洗干净的石头 给它压一下 不要让它浮起来 这样子颜色做出来就不漂亮了 这个方法比较适合就是 刚没有装满的 像我们这样子 如果刚装的满满的 就省掉这一步 然后倒入早上淘米的深水 朋友们可以看一下 就是水一定要盖住这些酸菜 不能有空气进去 直接给它封口 然后倒入清水封毯 像这两天全周天气特别好 都有太阳 这样子直接把它放到我们这个院子的棚里面 只要不要直晒太阳就可以了 常温发酵10天左右就可以吃了 朋友们 我们这个酸菜已经泡了12天了 可以吃了 我们打开看一下 这样染出来的酸菜 每一个色泽都非常的好看 每一块都非常的漂亮 朋友们可以学一下 每一次都是吃多少拿多少 把这些全部给它又封起来 如果表面这些周围的水不够的话 再加一点水 今天天气很冷 就做一道酸菜排骨汤来吃 把酸菜撕成小朵 清洗一下 把洗好的酸菜切成小块备用 朋友们我做的酸菜 酸味色比较重的 就是咸味比较大 就是不用再用水泡了 直接清洗一下就可以烹饪了 可以在锅里面调味的那一种 因为有的超市卖的那种 咸味太重了 每次都要泡两三个小时才能做 把排骨清洗干净 这是排骨两斤多 全座这边一斤40块 真超级贵 排骨冷水下锅 加入姜片料酒 焯水一下 然后我们切一块老豆腐 等下一起加进去 这是我婆婆喜欢吃的 必须头七十五号 下锅后把骨沫撇掉 然后撇完过后再煮两分钟 烙起来清洗干净 把排骨直接加入炖锅中 因为我一次性买的排骨比较多 所以我留一些 等明天我拿来给三个小孩子 炖一点排骨正吃 加入几片姜片 一小块当归 加入清洗 然后盖上盖子烧开后 转小火先炖二十五分钟 如果家里面有孕妇的话 千万不要加当归 然后盖上盖子烧开后 然后盖上盖子烧开后 转小火先炖二十五分钟 炖了二十五分钟过后 下入酸菜 豆腐 然后继续盖上盖子 再炖二十分钟 浇一小盐调味 一点点鸡精 然后给它翻拌均匀 就可以开喝 妈妈 狗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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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妈妈也要狗狗 妈妈搞不狗 狗狗 狗狗 狗 尽量 狗狗 它当 ί not 根本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